哈囉 大家好 我是真之貓 M-Day是一個很久才會出一次的佛心活動 運氣好的玩家 還有可能可以靠這個活動賺一筆意外的收入 運氣差的玩家也可以期待一些實用的東西 就算運氣真的差到極致 還是可以用一些類似保底的東西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 要來稍微的講解一下 M-Day的一些注意事項和實用的技巧 不過以下說的獎勵內容 未必代表當期的獎勵物 而且技巧未必當期使用 這邊還請自行判斷 活動的參與方法很簡單 只要角色達到3人3等 神之子則是完成第二章節就可以參與了 而且活動式角色分開計算 簡單來說就是你有幾隻角色就可以解幾次 首先我們要知道 M-Day分成三種 分別是美麗Day、強化Day和轉蛋Day 先來講講美麗Day的部分 不過在講解和參與活動之前 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做 不過我是建議一創角就這麼做啦 開啟角色的裝備欄 點擊美容相簿 然後儲存現有的美髮與整容 這次為了沒有戳到喜歡的美髮或整容的時候 至少可以恢復成原本的樣子 同樣的 如果有戳到喜歡的美髮或整容的話 可以使用其他的格子來儲存 結局任務後 只要透過擊敗等級範圍的怪物 就能獲得任務道具 收集10個任務道具就能完成任務 完成任務後 會給實敲一天的隨機美髮券和整容券各一張 一隻角色總共可以完成24次 美髮和整容的種類 可以在當天參考一些集中串的文章 基本上或人在當天整理 我們可以透過活動不斷的美髮整容 來完成這個多樣變法式的勳章 只要參與活動前先接取這個勳章的任務就可以了 並且在不斷的美髮整容的時候 我們更可以一隻獲得魅力值 也可以藉此活動 來完成一天獲得5000點魅力的成就 更可以把美髮和整容券留到隔天消失前 之後再次使用可以增加一些魅力的等級 只是活動給的美髮券和整容券 是無法給機器人使用的 並且無法放入獻金保險槍之中 不過這樣的活動 主要還是讓大家有不花錢 就可以稍微打半分鐘或紛紛的機會 不然想想皇家騎士團的紛紛 在創腳的時候好像除了髮色以外 都沒有能動的東西 不過有一些角色創腳石的造型就很好看了 是建議一開始就先存起來保險一點 不然沒存到的話 那再獲得可能會是不少的花費 另外提過外話 伊莉恩還會被劇情強制美髮之前的 看不見未來髮型 是可以存下來之後使用的 像是我之前因為沒存到 還去練了第二隻的伊莉恩 接著是強化Day的部分 這個活動就比美麗Day簡單多了 接取任務後 只要擊敗等級範圍的怪物200隻就能完成任務 完成任務後 會給時效一天的白金神奇剪刀和奇幻傳播者 RB服務則是把白金神奇剪刀換成閃耀方塊 不過一隻角色最多只能完成10次 很多人都會稱這種 送一對奇幻傳播者的時候 看能不能把一些常玩的紛紛的內錢洗上傳說 或是把傳說的第一排內錢給洗好 因為奇幻傳播者洗的內錢的第一排 必定是頂潛 所以大多數人是會選擇使用奇幻傳播者 洗好第一排之後 他是屯明欲值 然後再等洗內錢減半人的天 鎖第一排 然後洗第二第三排的潛能 不過假設用了10個奇幻傳播者 也還沒洗好內潛的話 活動給的奇幻傳播者和白金神奇剪刀 是可以放入同職業群的現金保險箱的 所以是可以使用其他同職業群的分身 解完任務以後 把奇幻傳播者傳給要洗內潛的那隻角色使用的 白金神奇剪刀也是同道理 活動這期間 可以把一些想給分身的道具都剪給分身 也可以在這個時候 把想買賣的東西先剪一剪 可以在剪刀方面省一些費用 另外也可以運用這個時候 把想要用風方塊洗的裝備傳給分身 然後洗到一定的費用的時候 再把裝備用免費的剪刀傳給下一個分身 這樣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只是要注意剪刀要在風方塊使用後再使用 不然使用剪刀後再洗風方塊的話 剪刀的效果會消失 另外使用過白金神奇剪刀的裝備 是可以重新穿在身上的 所以其實可以把之後可能會脫手的裝備都先剪一剪 不過也請各位每次使用QR索的時候 都多一個步驟去查看自己帳號的保護等級 如果哪天真的不幸被盜了 原本方便脫手所剪的裝備 反而會幫盜帳的人省了一筆開銷 最後是轉單Day的部分 同樣的接取任務後 只要擊敗等級範圍的怪物200隻就能完成任務 完成任務後 會獲得3個M-Day隨機箱 和3個M-Day時尚隨機箱 一個角色可以完成24次 所以總共會有72個一般箱子 和72個時尚箱子 M-Day隨機箱開啟後會獲得一些道具 道具內容包含信箱道具 機器人 變身藥水 女皇裝 深淵裝 等等的道具 而最大獎是M-Day心臟 和50%傳說卷 M-Day心臟 是目前遊戲中最強的永久心臟 潛能等級比女武神高一等 也比女武神多一卷 不過缺點是一開始就無法交易了 只能鬆剪刀才能進行交易 只是能開到的人 應該是平常好事做很多 才能成為天選之人吧 那天基本上會有很多人開分身再刷 所以出現延遲什麼的 還是當作在訓練耐心吧 另外 50%傳說卷 以過去的經驗 卷軸可以交易 但有效時間只有24小時 也因為有效時間低於24小時 所以無法丟排美 只能用喊的方式來販售 或是自己充掉 同樣的 抽到的數量 原則上應該也不多 不過應該比M-Day心臟的數量還要多就是了 在開箱子的時候 會開到一堆機器人 又有人會透過不斷的使用機器人 來增加魅力值 不過有戰鬥機器人的玩家要特別注意 建議花個5塊錢買個封印製作 把戰鬥機器人鎖起來 並且方便辨識 因為機器人使用後 在裝備懶人圖示 幾乎沒什麼變化 曾經有個在洗魅力的時候 不小心把戰鬥機器人丟掉的行李 另一個箱子是M-Day時尚隨機箱 M-Day時尚隨機箱 M-Day時尚隨機箱的內容物每次都不一樣 不過透明系列的點裝 基本上每次都有 並且每件點裝都有提供魅力點數 魅力還沒滿的角色 可以藉此刷一波魅力 雖然點裝或許不是很好看 不過也可以稍微改變一下角色的外型 像是戰地角色 有時候穿一般裝備 外型也未必會好看 這時候就可以拿點裝來稍微帶一下 當然 如果大大不會摘這類的東西 其實可以只為了魅力而去刷任務 如果魅力滿等了 又不想多出一堆點裝佔空間的話 其實可以選擇把箱子放到過去就好 雖然這些點裝可以作為膚製品用的祭品 但是現在時尚鐵真的取得難度高 其實也不用這麼多件 而且每次刪一件就必須輸入一次二組密碼 所以其實刪點裝是蠻麻煩的 不過像是我這種 一堆分身的人 基本上會趁這個時候 看能不能多刷幾件透明裝備來使用 特別是透明臉飾和透明眼飾 雖然臉飾的部分 可以使用乾淨的臉來鐵針取代 但是透明眼飾卻沒有相關的道具可以取代 而且傷成一個就要60塊 假設有40隻分身就需要2400塊了 不過如果大大是那種平常 既有在開始上香的人 可能也不會需要太多的透明裝備 最後 我們的任務都是只要擊敗等級範圍的怪物就可以完成的 所以如果可以組隊的話 會增加不少的速度 那時候 會有有輪迴鬼神的玩家在帶刷 也是可以趁活動賺些外快的方法 不過有時候 也會有免費提供的玩家 來幫助他人快速的刷怪 最後 要開分身刷一些現金道具的話 記得注意一些職業的分類的問題 如果只是打算刷一般道具的話 可以開不屬於本尊的職業群來刷 另外有人會選擇 拿完72個食尚箱子以後 就不再開啟那個角色 並且在有公布類似M-Day的消息的時候 可以開上去 然後跟時間比賽 在箱子全部消失以前 看能不能開幾個箱子 來稍微透視一下 近期M-Day的內容物 那麼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點個訂閱 點個喜歡 如果可以的話 幫我分享出去 讓你的朋友知道 那麼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來 然後現在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是 這是這次的抽獎名單啊 200個 我還一個一個一個去對照耶 雖然抽東西好像沒好好哪裡去 還請減量囉 一死給你打一下 明天會抽 明天會辦一個抽那個 美髮券跟整龍券的 我就覺得美髮券跟整龍券應該比較多人會抽了吧 首次 首獎 OK 抽獎人 中獎人數20個 美髮券就是抽 就是抽中的松張美髮券或整龍券 還可以 OK 來 都證實 都幫我作證喔 有這麼刺激嗎 OK 收拾看 來 沒有演習喔 抽一次就好了 20個 我抽獎就是那個看前面的 那個 美髮券跟整龍券的我還沒有用 我大概明天或者是今天我才會 我才會寫 我先把這些東西送一送 這篇社群下面的都會抽 就前200個 這邊有那個 時間 反正這我 我會抽前200個啊 200個之後我就沒有了 就直接放掉 呵呵 直接放掉 OK 抽抽看 抽獎 OK 這些人 OK 這些人記住喔 先複製桿